中国研制了一款航程在1000公里的隐身巡飞弹 你没听说1000公里巡飞弹 1000公里什么意思 就是你看乌克兰扔给俄罗斯莫斯科的无人机 但是中国是隐身巡飞弹 这个价格非常便宜 然后能说是能造千万枚 这就直接改变战场态势了 这就无人机吧 咱们可以这么说理解无人机 在俄乌战场上大量使用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弹簧刀 凤凰幽灵这些巡飞弹 俄斯是柳约刀 这些巡飞弹 包括伊朗的136 有人说136是自杀式无人机 当然也可以说是巡飞弹 这个廉价的自杀式武器 采用的是飞布局 更像是飞机 136使用活塞发动机 巡航里程航程应该是600公里 飞行速度是185公里 能带50公斤战斗部 相对廉价 使用灵活 爆炸威力都挺大 但是它简陋的电子设备 导致它的工农单一 咱们理解 只能打击大型固定目标 而且飞行高度有低 造音又大 突防能力又差 这么个大家伙 连这个乌克林老百姓 拿这个AK都在天上秃不秃的 咱们说中国 如果利用这个136这个理念 造一个巡飞弹 有人说 中国的巡飞弹能不能超过它 中国基于无人机产业的实力 很多人就已经是想象了 对吧 其实这事啊 中国航天彩虹无人机公司就 就做到了 他发布了一个公众号 发布了一个航天彩虹智能弹药家族 在天形成员 巡飞弹研制工作进入公关阶段 这么一个文章 他是正式确认了中国已经在研制的巡飞弹产品的公关 这个说长航石超远程高毁伤高可靠低成本 这是不是跟那个这个俄乌战争这个136 是不是一样就低成本高可靠 彩虹巡飞弹现在已经是很多产品啊 有25公斤的50公斤的85公斤 150公斤 四种巡飞弹 造成半径从80公里到300公里 制空时间是30到50分钟 战斗部呢是从8到40公斤啊 都有 也说已经能够满足常规战争 对打击多种工边的需求了 所以彩虹公司正在研制的巡飞弹 应该是要航程更大 就是他已经现有的产品 足够覆盖现有的这个300公里以内 那肯定是要航程更大的 制空时间更长了嘛 而且要价格更便宜 这里边呢 要提到这个彩虹806无人机 几乎就是这个啊 这个无人机了 公开资料显示 彩虹806是采用飞翼布局机身啊 这个大幅提升飞行的经济性 隐身性相对小啊 咱们说这个飞行平台啊 要小的话 那就是完成预期战斗部的搭载 对吧 就可以搭载更多 这个机长是2米 翼展是5.6米啊 这个小是指的 在这个他自己的发动机啊 最大起飞啊 重量是80公斤 能携带18公斤 有效载荷啊 采用一个后置活塞发动机啊 它的巡航速度与这个 136差不多啊 最高是也是180 180公里每小时 如果携带15公斤战斗部 它航程到1000公里 它巡航时间是12小时 那么正常巡航高度是500到2000 2000米 最高升限是5000米 这就意味着这个巡飞弹 如果打击固定的目标的时候呢 最大航程是1000公里 作战范围就增加了 目前其他国家的巡飞弹 只能制空30分钟到2小时 而这个彩虹806 12小时 那么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制空 压制时间 12小时 有可能不知道 巡飞弹制空时间长有什么作用啊 我以前讲过一次 俄军用柳鱼刀作战的一个案例吧 可能是被他们伤了 这我重复一下 简单重复一下 这个作战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发现目标之后 它要发动袭击之前 所有这个特战员员有对表 也说他们要在15分钟内解决战斗 他实际就跟那个运动员一样 你理解成这个特战队员 军人 他就是运动员 15分钟内完成 完成这件事 那么15分钟 对吧 我的巡飞弹制空时间是30分钟 也就是说我发射两枚巡飞弹就在目标上空 就待命 然后这15分钟内 他是给我提供这个重火力支援 这时候我的士兵在完成任务期间 如果发生意外 比如有人对我进行攻击 我就利用这个巡飞弹 这15分钟制空 那就可以对我进行支援 掩护 就这意思 实际就是巡飞弹可以掩护 对方的一些目标就可以打掉 而中国这12小时 那就意味着我可以什么 我可以把这个战斗时间延长 这就不光是掩护一个任务了 多个任务都可以完成 这个强大 战区上空留的时间越长 那就迫使对 你看 这也说这个巡飞弹 在这个目标区上空待15分钟 那这15分钟内 这个地方是清场的 就我控制的 我有支空权 所以我才能完成 咱们注意啊 步兵行动之前 一定要确保上空是有支空权 而这个 这个俄军的行动之前 留一刀就是要 就是一个支空权的意思 那也就意味着这个解放军 他可以12小时支空权 至少这个目标上空12小时 我可以制空 5000米的升线 其实让对手的便携式防空挡 那打不着 对吧 那就突防能力加强吧 如果这个彩虹806 变成一个悬眉弹 那应该会取消他机头 下方原本安装这个 多光谱观瞄转塔 那么 那大幅提升他的经济性了 隐身性了 如果配红外电视制导模块 那么还能够打击人员 车辆 火炮 火箭炮 坦克移动目标 打击坦空目标 红外 电视制导都可以 那就是 基本上 移动目标 也可以打 这比伊朗那个强太多了 另外彩虹公司研制的 这个 彩虹806 巡远弹 还考虑到大型 查打一体无人机 他可以投 由查打一体无人机 放这个无人机下去 那么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的航程 可以再夸张一些 支空时间可以再夸张一些 这是没毛病的 那就是咱们说12小时 直接奔15个小时 能不能可能呢 是吧 15个小时压制 支空 那么彩虹806最大 80公斤起配重量 意味着造价 还是相当便宜的 这个比俄罗斯 5万美元买一架136 便宜得多 中国用1到2万左右人币 造一架彩虹806 巡远弹 应该是没问题 注意啊 这是咱们猜测 1到2万 那1到2万人币造一架 你想想 未来战争 这战争其实就是 由无人机决定了 我觉得现在 这个 无人机器人吧 决定了 这个 大量的巡违弹 一定会改变 战争模特 采红无人机 如果上千架 上万架 上千万架 你想想 那什么概念 是吧 那就是基本上是 这个没有人 能够跟你争夺 支空权了吗 对吧 上千万架 不就是什么 打一架 我再补一架吧 目前看呢 中国还真有这能力 2万元人币一架 伊朗卖是5万美元一架 你像如果2万 1到2万人币啊 一架 那这个成本啊 基本上中国就可以 白菜架的装备上一架 我觉得上一架 一架都有可能 对吧 那就意味着解放军啊 未来这个 就不光是空军了 陆军大批的装备都有可能 包括班牌都可能 那解放军 未来的这个 这个远程火力呼叫 就不用去 奔着这个空军去呼叫了 那空军挑肥多大了 我就直接用这个 这个咱们说这个彩虹806 就直接这片区域 这个12小时制空就可以了 而且广告啊 对吧 感谢观看